童星出道的张一山一路过关斩将考入一流表演院校,92年的她今年刚刚25岁,对于很多演员来说,她也算是出名很早了,但是一段时间流星的光芒太强,也让她一度没角色能够超越。 于醉见证了张一山的演技,精心地挂她演技超高,一定是同龄当众演技担当。 在张一山的某个视频中,她跟平常的语气一样,对于娱乐圈的黑暗之处,其实很多明星都说过,张一山也不例外。 演员之间爆出了娱乐圈很多另一面,娱乐圈很多和利益挂钩的,没有人情味,并不是完完全全靠实力就能战胜一切的。 因为娱乐圈是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,偏偏自己又是个有人情的人,所以就更艰难了许多。 而且张一山也明确表示,自己再也不会自己做这人秀了,实在是太累了,看看张一山的样子就已经爆出到不行了。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一句话就是,张一山称自己一直在生病,而且是一种比较漫长的病。 看着她的眼神充斥着疲惫和忧郁感,却是让人很心疼的一个人,她有真实的一面,却又身处复杂的娱乐圈。 但是网友们的评论让人不免心酸,张一山越来越有强人梁的影子,生怕张一山跟强人梁一样,希望她好好休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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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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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